在美国加州和墨西哥太平洋海域 生活着一种巨无霸红暴雨 在世界上红暴雨分布也比较少 这种红暴雨和其他暴雨非常不同 它对环境要求非常严格 在欧国很少能吃到这种红暴雨 中国人想吃这种巨无霸鱼 只能去国外吃 红暴雨一般生活在6到15米的海洋里 鲁鱼这里的红暴雨 它的直径却可以长到30厘米 一只红暴雨最重的可以有6斤重 很多人可能对金量没有什么意识 小薇告诉你们 6斤多重的红暴雨 一个脸盆基本上都装不下 比脸盆还大 大家是不是被震惊到了呢 在美国加州附近的居民在海洋里打捞一只红暴雨 当地渔民说 当时一共有15个人一起吃这只红暴雨 一顿下来红暴雨都没有吃完 大家现在能想到这只红暴雨到底是有多大了 研究发现这只红暴雨生长速度极慢 18个月才发育成熟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基本上吃不到它 成长周期慢 数量稀少 现在很多国家都严格管口红暴雨的捕捞 海洋的真品难得 很多人都想尝尝这种美味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红暴雨的数量越来越稀少 对海洋生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为了更加长久的发展 大家要忍耐 中国吃货如果实在想吃的话 可以去美国尝尝 美国规定 每个人一年最多月只可捕捉18只 以此来限定人们对于红暴的捕捉 保护这种海洋生物不会灭绝 小伙伴们 小微是享受不了这种美味了 因为穷 好了 本期的探明危险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分享转发哦